经理 到我来 有人找你了 我赶紧跟 下侦探表白一下 剖析我 真不是我 真不是我 你怀疑谁 陈天典 为什么怀疑陈天典 因为我觉得 死亡时间是40分到50分 他看到了 他躲在礼拜外面 看到了首领交接了传位书 他很爱我 他是为了我 都能把鱼藏起来的人 所以他知道 我毕生的愿望就破灭了 但首领把传位书交给 那个壮男人的时候 并没有念上面的内容 他怎么知道 那是一封传位书 要不说你聪明 跟我聪明有什么关系 你一下瓦解了我 我刚刚所有的推理 而且就算他看到是个传位书 因为原件 他交给了那个胖男人 所以他应该杀掉的是吴 他只要杀了吴 这个传位书就无效了 因为继承人不在了 女王就得重新考虑 所以无论从哪个点出发 他都不一定会杀女王 陈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 如果他不知道内分之传位书的话 因为他现在是生孩子最多的 如果他现在把他杀了 女王就自然而然到他头上去 对啊 所以陈的动机就是为了保卫 保卫他的爱情 对 而你的动机就是保住你的地位 和你们曾经杀过的谎 所以现在你跟电点 确实是属于动机最强烈的两个人 慢着 法官你听我说 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断 如果我做了这么多措施 我这么明显是凶手 而我现在如此如此松弃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凶手 心理素质如此高 我只希望你 那是反社会人格 我只希望你把舌头放松弃 我不可能有这样高超的眼睛 和如此淡定的心理素质 什么样的凶手 做了如此罪大恶极的犯罪 那一定是方整 而我 太人诚实 我说完了 你爱信不信 在你进来的时候 我们为了测试你是否紧张 我们在你的椅子上 放了两枚图丁 你完全没察觉 请现在把它摘下 还说自己淡定 做了两枚图丁在上面 都根本没察觉 你爱信不信 紧张成什么样你 阿力老 你爱信不信 请不信 好 谢谢